我們今天要來看無鏈體 剛剛的Kent打 先發有幾種 三球 現在全部人都衝上去了 我們今天要來看無鏈體 坐了有點久的車子 但還好出來就是 西武斯球場 其實就是了耶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看球 我們剛剛從東京 大概平川那邊出發 然後坐到這邊其實大概花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有點遠 有點像台北可能已經到新竹苗栗 看一場比賽 然後電車我們也轉了兩三次 因為其實西武的這個線 它有分很多是站暫停或是三站停一次 或是五六站才停一次 所以就換了蠻多次 但是終於到了 我們來去看一下 它的紀念品區有什麼 準備進場 它其實外面就有蠻多商店街 這邊就有一些名字耶 我們看一下五鏈體 三十九號 三十九號是日文怎麼講 三七九版 決定 我不確定 過了啦 三十九號 三十九號 吳先生 售價多 可以幫大家看 哇 一轉過來寫中國字 九千九百日幣 大概是兩千多塊 台灣的價錢 我看樂天跟天母 大概也都是兩千二 兩千到兩千二 再見 我找到我喜歡的了 就是我喜歡全白的 Original的感覺 就決定買它了 五 但棒球是不是要穿大肩一點 我可能要買M號 比較合適 還是藍色 藍色其實也蠻帥的 主客場 看一下我這樣來的比較好看 耶 我們人來到了日本的西武球場 我們現在人在西武巨蛋 哇 剛剛我們從東京坐過來坐好久耶 坐了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吧 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要來西武巨蛋 今天西武次的對手就是千葉羅德 千葉羅德也是之前 我們目標就是要來看 吳念廷打球 吳念廷好歹說我小時候打棒球的時候 也是看你爸在那邊 吳富蓮你知道吳總 以前還在兄弟相時代 最重要的是這次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因為其實吳總有特別叮嚀我 就是托付我一句話想要帶給他兒子 幫他跟他兒子說 欸 加油 最重要的是 我要來開箱 我剛剛一不小心 第一個踏進球場就買了一堆東西 我身上這一件 嗚 39號 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東京也太熱了吧 所以我買了一支扇子 然後還買了一條 吳念廷應援毛巾 待會呢 我將高舉我的雙手 吳念廷安大 我用中文大海 他一定會看到我 這樣就增加我賽後 跟他聊到天的機會 還買了一顆球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給他簽名 然後還買了一些 一件 吳念廷紀念的衣服 這個送我弟啦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們把這支影片看完 我們最後會抽出 吳念廷的吊飾喔 欸 我全套都買吳念廷 那個店員看到我就直接 沒有用日文跟我講話 他也看到就知道我是外國人 好啦 那我們準備進球場 來看一下我們這次 視野位置如何 我們這次說到三類側 OK 那我們去進場吧 這邊還有一趨勢給小朋友玩 因為有時候其實你知道 看球看一看 小朋友會失去耐心 這邊就有限制六到十二歲 一般大會 前使出四十六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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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